找一些文獻來做對照 你看他腳那麼多隻 代表他很會跑 在西拉雅有一個傳說的故事 叫做非凡的故事 當初在這個蕭龍舍 有一個人叫陳天宇 藤城萬里城 天就是天上的天 宇就是生活宇人宇的宇 那傳說他很會跑 所以說乾隆皇帝 聽到了以後 就召他到這一個 精神去跑給他看 到那邊的時候 他就很臭屁 他留著長頭髮 就請在他鞭子上面 綁上那個銅板 然後請一些阿兵哥跟他比賽跑 那一些兵 清兵是騎馬 騎在馬上面 騎上去後他跟我講 我讓你三鞭 就是說你拿鞭子 馬打第一鞭就跑了 再打第二鞭 再打第三鞭的時候 他才騎跑 那就馬上追上去的時候 追到他整個頭髮飛起來變成水瓶 他已經追過那匹馬了 皇帝非常高興 是給他很多的金銀財寶回來 他現在的墓是在加里鎮的北投陽 他的墓還在 他的墓被上面刻著 父子面君三次 後來我們去找到了文獻 找到了文獻 其實是在這一個雍正年間 雍正年間的時候 台灣的一個官員叫做滿寶絕羅 他行了一個奏折到北京給雍正皇帝 跟他講說南部地區有一些蕃子 還有一些蕃線 還有一些蕃泉 很可憐 狗住到我們部落裡面來 也一樣變成蕃娜 變成蕃泉 種在那邊的芒果叫做蕃娜山 好可憐 那作者這樣子寫的 然後呢 他說能夠呈現這些給皇帝看 皇帝說批一個殼 然後就坐船一批人去 第一批去 就是一個原住民的名字 我們想應該就是所謂 我們在講那個成蕃娜 他的名字叫做達蕃蕃 他又寫到了 後來他的兒子也有去 那他兒子去的時候 就有跟他講說 我爸爸有來過了 所以說他的墓片上面刻著 父子面勳三次 是兒子一次 爸爸兩次加起來三次 父子的墳墓都還在 現在是限定的古蹟 在那個北投影那邊 那這個是有故事 跟歷史也有很有趣的一個對照 所以說 他的後代都住在我們部落裡面的 因為我們早是在 乾隆年間的時候 56年 因為翻盾的政策 被牽到這邊 潛山邊緣來盾手 所以說我們很多人就搬到這邊來 那那個前年後代都在這邊 他家的孩子都很高大 女孩子好幾個都是175以上